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多謝Prysilla介紹 多謝輝哥 多謝韋庭 我知道輝哥和韋庭都有很多粉絲 今天有沒有很多粉絲 我很高興 我們今天講的這兩齣電影 《孟麗君》和《成堅碟》 有花彈的演員 從花彈的角度 也有深角的演員 今天的粵劇大師 阮瑞輝教授來跟我們講 我差不多是一個主持 這兩齣電影 大家也看過這兩齣電影 其實有它似的地方 就是《反串》 在《孟麗君》裏面 我們又說周昆寧 戲裏面因為要扮男生 所以要唱平侯 是不是唱平侯 那些算不算 應該就是平侯 如果做大戲 不過可能他可能不知為何 不知為何 不是很平 少少像紫喉 另外就是《成堅碟》裏面 有個粵劇界的老叔父 陳飛龍先生 他對粵劇的貢獻非常大 很高興 他在1955年拍攝了這齣電影 成為我們今天有一份很珍貴的文獻 他也是一個反串 他自己是一個藍花彈 我們回到最後說 就是1933年之前 還是香港、廣州、省城一樣 都是男女分班的 一日全男班、一日全女班 33年據說香港的幾個戲院、班主 向港督請願希望香港可以男女學班 結果就批准了 正式生效好像33年11月 不知道多少日 雲獻有記載 自此對粵劇的發展很大 就好像突然間那些藍花彈 就不流行 一夜之間 每個戲班 包括太平戲院的太平劇團 向高星長著的角仙星劇團 立刻就請真正的女人 好像在旁邊有位庭 真正的女人去做花彈 就不找些男人去做花彈 當然大家可以理解 女生當然漂亮很多 還有這個時候已經進入了電影的時代 電影是有大特寫的 一個藍花彈的大特寫 是觀眾基本上不接受的 大家看到剛來成堅別就是了 大家不會覺得陳飛龍仙芳很美女 我相信很少人會這樣想的 美女就像這裏 美女是不同的 真的不同的 但是 三三年之後 這些藍花彈 好幾個藍花彈 轉了做老師 陳飛龍仙芳創辦了 這個名字很有趣 她自己的傳記 瑜伽六十年 就是飛龍瑜伽學院 她沒有提到香港瑜伽學院的名字 剛才我跟葦霆都談到 究竟哪一件事 吳君麗就說 她說她五三年進入 香港瑜伽學院 進入香港瑜伽學院 這些東西很有趣 譬如跳蘭芳也是 她本身也是藍花彈 後來也創滿了一個瑜伽學院 其實飛龍瑜伽學院 香港瑜伽學院 也好 其實是人才輩出的 現在活躍的 吳清風先生 李龍 李鳳 還有吳君麗 都是這個學院出來的 鄭國寶 其實都很多 不能一一盡 另外孟麗君來說 我們看到涉角仙 這個49年的涉角仙 其實很多文獻記載都是 打仗期間 涉角仙經歷很困苦的階段 被人說她是漢奸 據說她經歷過炸彈 差點炸死 令到她有些失憶 她戰後再起班做戲 即是說她脫曲 走錯位 出錯場 這些情況 這個會否解釋就是 為何她49年拍 孟麗君會這麼少唱段 有些說法就是 她那時候也唱不到 又記不到曲 所以給少些人去唱 這是一種說法 這是兩宵夜的歷史背景 我自己作為一個月劇研究者 做少少背景的交代 其實兩宵夜都有很多話說 我想這個時間 先講孟麗君 交給衛田跟我們說 她作為一個花彈的演員 究竟看這個戲 有些甚麼可以跟我們分享呢 謝謝陳教授 今天很感謝大家 也很感謝阮少輝教授 和陳守仁教授 給我這個後輩 有機會參與 一個觀看之後的座談會 也是我第一次 大家可能聽我的聲音會熟悉 因為聽得多電台 我在粵劇的戲台上 都有一段不少的時間了 因為都是由下欄做起 看得多也站得多 到現在開始 漸漸由第三花彈 上到第二花彈 輝哥和陳教授 都是一個很好的寶藏 尤其是在戲台上演出 輝哥 我跟得他學習很多 如果說到孟麗君 我相信大家可能會覺得 周坤玲小姐的演繹 你會覺得她好像 《捕你如飛》 會不會是花彈反串生角的時間 都很容易去處理 或者很容易去揣摩 作為一個演員的我 由花彈的造工開始學起 到生角的造工 是完全不同的造工 你平時看到我們穿花彈鞋 踢著鞋頭水 一個走沿海 很漂亮 比較渺緻 比較輕盈 但是如果叫我們花彈 行蕩的人走去反串生角 我們真的要拿一雙高鞋去練功 因為穿高鞋和瘦花鞋的感覺 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這些就是自己演員才知道 有扭傷腳 有不適應 這些我相信每個花彈 去學習生角行當的時間 都一定經歷過的 還有看今次的電影 故事的大綱內容 和我們現在在戲台上演出的版本 很多都相似 譬如我們最焦點就是 上林苑、白石橋 到繪畫觀音那些 即經過、偷公鞋等等 都很熟悉的 但電影和我們舞台上最大的不同 我發覺是 偷公鞋那段 我自己去欣賞 有很大的落差 因為在戲台上的偷公鞋 有很多造工 譬如如何潛入房間 又摸黑 又有反應 是否偷了公鞋出來 原來不是 又放進去 其實很多這些造工 在舞台上演出 大家如果將來有機會看這個戲 就可以留意 但今次去看電影的時候 我就想 會不會有這些造工 可以看前輩的東西 可以吸收一下 因為 為何我這樣說 我記得有幾次 在戲棚製作劇目的時間 嘉明姐做《二邦花彈》 她偷公鞋那場 很有空 所以一定去虎道門看電影 她說 這次不錯 下次這個差一點 所以可見 其實偷公鞋這一段 在這個戲裏 都頗重要 所以 今次看電影 就只看到 原來皇帝看著公公 去偷鞋那段 就跟我們在戲台上不同 還有 你可能剛才看的時候 也看到 只是在被子的位置 除了蝦 就拿了公鞋出來 就沒有了 平時我們在戲台上的 新段的東西 所以我一看這個戲 就覺得有少許這些落差 我覺得值得分享 就是由彈角去做生角 譬如在孟麗君的戲裏 她真的去到尾場 才裝出花彈身 這個戲 如果對於花彈行當的演員 去演這個戲 是有一定的難度 譬如我梁竹這樣 我可能都是中邱前那幾場是生角 或者我不用那麼多新段 考驗沒有那麼大 反而孟麗君這個戲 對於花彈演員這個行當來說 她的困難比其他劇目都多 所以我有這個分享 希望大家有些體會 多謝林小姐 其實孟麗君或者風流天子這個戲 神功戲經常都交 對呀 日常的戲 平時我們日常演這個劇目 比較輕鬆 而且輝哥 時間好像比較短 對呀 輝哥有沒有做過 輝哥很熟 我知道 輝哥很熟 輝哥很熟 我晚上這部戲是梁天來 逼姐反轉為梁天來 很奇怪 文武生就是宴堂叔的陳宴堂 我也是第一 唯一一次 在舞台上和伊秋水 這位六叔一起演 他做什麼 他偷公鞋 講到孟麗君 其實那部電影 我們有些很詫異 為什麼呢 就是 舌五叔說明 他是不想拍舞台劇 他說如果大戲搬上舞台 就會侵蝕了大戲的觀眾 結果呢 我看見他在電影上 就不是那麼舞台 所以那套《萬勵君》 可以說是 怎麼說 可以說兩邊都有 有少許電影 有少許戲曲 但有少許就是 電影比戲曲多 這個可能就是五叔自己的宗旨 如果不是他應該很多 你想想胡北威也拍時裝 他也不肯拍古裝 這個就是他自己很早 就會見到 這個也是先知 可以說 後來的而且確 電影對粵劇的影響很大 你說保存了很多東西也可以 你說他令粵劇受了很多影響 壞的影響也可以 這個就是很多環境使然 所以這套《萬勵君》我們是撩備一格 當作是一個紀錄 你說愛他來做什麼 當作是電影 還是當作是粵劇呢 其實真的不是粵劇 真的不是粵劇 多謝輝哥 其實兩齣電影風格上很不同 《萬勵君》的電影 《藝城堅碟》很明顯 每場戲都開幕 有個小幕開的 好像一個紀錄片 紀錄一個舞台的演出 《藝城堅碟》其實很豐富 很豐富 裡面有很多東西說的 比如說 首先我們說 以陳飛龍先生為例 他是一個南花彈 我們今天很珍貴 很珍貴的機會看得到 33年之後 其實《藍花彈》已經沒有前途了 很可憲 他五年 書裡面說 他說那時候 他考慮拍電影 哎呀 我都六十幾歲了 還拍到電影 其實我們剛才談 他沒有六十幾歲 他一八九九年出生 19五年他只有五十六歲 除非他是假的 那一八九九年 所以他很有趣 裡面有些資料 他的角色就是一個粵劇的師傅 教了很多結出的名靈 也很珍貴 我們看到五年紀錄片 一個藍花彈藝術 我不知道 韋庭你今天自己一個 你這麼年輕 你都不知道 沒有看過藍花彈 你自己怎樣看呢 我其實第一次去看非隆叔的電影 也是第一次去看藍花彈 我們前輩 不要說我們這代 年輕的電影 我一看到劍舞那段 我只看非隆叔的腳門 和他的身段 我馬上想起誰 你知道嗎 我想起龍哥李龍 因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他身段上面 他縮腰 然後下身 其實是 可能有做過龍哥班 都知道 可能我們做一套叫做 大龍鳳的戲 龍哥要反串推車 扮個花彈出來的 彩鳳榮華雙拜相 對了 龍哥出來的新段 真的很像非隆叔的下半身 那些腳門 很像 所以我看這個的時候 我找到原來他的學生 受他的影響很深 到今時今日 在月替舞台上 也找到原來有非隆叔的身影 這是我自己很大的探索 還有看他這套電影的時間 我覺得 我真的沒有意想過 藍花彈一開聲 只是聽他的聲音 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花彈 你沒有看過樣子 你只是用耳朵去感受他的聲音 真的覺得像一個花彈 找不到男人的聲線 就算非隆叔當時已經 他自己說自己六十多歲 我們剛才跟陳教授聊天 應該五十多歲 不要看他的樣子 看他的聲音 看他的身段 看他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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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同感了 大家動手指 看他的眼睛 看他的眼睛 你可以找到我們女生的 那種 害羞 嬌笑 生氣 在他的關目裡 找到那個氣 所以這也是我 很大的得著 在看這部電影上 找到很多以前 我們在戲台上的傳統東西 比如在尾場的時候 茂炳榮哥很生氣 因為自己的老婆過營 進去營裡 有一個產耳的動作 在盛樓下 在大戰之後 茂炳哥打輸了之後 抬入場 以及掛臉戰牌 這些都是一些 以前很傳統的東西 但在電影之中 我們找得到 還有我記得 以前在六七十年代 那些電影 很多時候已經是鋪地毯 我記得大龍鳳 很多電影打的時候 都鋪地毯 但今次看他打的那場 他真的用回 是否水泥地 那些都屬於 所以其實他們的工價 或者他們的工底 是真的需要更加紮實 才可以在水泥地 穿高虛地去打仗 打的場面是非常… 令人覺得很震撼 這就是我看《藝城兼蝶》裡的 一個得著 是的 是的 輝哥呢 輝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第一個師父都是藍花蛋 新丁香妖 我是真的跟著他 不過我不是學花蛋 我跟過三個花蛋 一個是藍花蛋 兩個是女花蛋 第二個是娟姐 羅麗娟 第三個是碧姐 鄧碧雲 我也是很大頭蝦 跟三個花蛋 一件花蛋器服 都不懂得叫什麼名字 除了大購的那些之外 跟生角差不多那些之外 什麼叫小古裝 什麼叫什麼 我全都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學蛋 我跟他們服侍 我第一個師父 他已經很少做 很少做 他登台 我記得就是 1954年 那個新丁陽 做萬世樓芳那屆班 萬世樓芳那屆班 剛剛師父彈 日後就做香花丹大學生 我師父 新丁香妖 做什麼呢 做歸零聖母 那三個聖母 因為他已經年紀大了 那麼 我接觸藍花蛋很多 例如後來 袁氏霜 吳適依 有幾位都是教很多徒弟 南鳳雲飛燕 都是吳適依教的 其實 我們在藍花蛋的身上 得到很多東西 因為鋁花蛋 其實都很養毛藍花蛋 第一脫鋁花蛋 其實都很像藍花蛋 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他承接下來的 即是那些藝術 他們承接 即是以前 嘩 最好是誰啊 就算了 哎呀 你是翠芳啦 鍾翠芳 其實全部都是男人 你明白嗎 甚至無 你如果 聽一般的舊時花蛋的唱 很多時候 你都會聽到 南花蛋的影子 例如 上海妹 是吧 例如 大麗姐 如麗珍 你聽一聽 很多南花蛋的影子 如果你有南花蛋的唱片 就可以引證 因為他們那套藝術 是這樣承接下來的 那麼 鋁花蛋 最初期就是 全鋁班的時候做的 即不是在同藍班做的 剛才陳教授都說了 有人說 他們是因為有戲曲演員 去了美國 見到美國很多男女同班 就回來 然後唱意 說不如我們都男女同班 這個是還是不是 我不知道 有這樣的說法 有這樣的說法 所以 其實 男花蛋和女花蛋 如果做得好是一樣的 不過 在我的印象 我認識的 男花蛋來看 他是女人過女人的 那種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是女人 他要像女人 所以他做很多功夫下去 所以他走出來是女人過女人 因為女人本身不用扮女人 你明白嗎 他走出來就是女人 但是那個不是女人 他走出來不是女人 於是他要很多東西 栽培到你覺得他是女人 所以 在平時來說 很多男花蛋都是女人 剛才我有個說法 其實 飛龍叔 唱方面不是自己唱 一定不是自己唱 因為他的聲音不是這樣的 你聽過口白就知道 你聽過口白就知道 你聽過口白 他也是很OK的 子侯是OK的 但是 可能他年紀大了當日 當時年紀大了 他就不再唱子侯 我經常聽他唱歌 都是唱什麼呢 唱陳公罵曹 唱周如歸天 他不是唱子侯的 他喜歡玩 他很喜歡玩 我唱子 我唱子 就唱那些東西 但是我查到今天為止 都問不到誰去看他唱 幕後台唱是誰 一定不是寶姐 因為鄭國寶不是這樣的聲音 他女弟只有鄭國寶 一定不是這樣的聲音 那時候麗姐 剛剛學的 如果是五五幾年的時候 他剛剛學 學舞很久 一定不會找他幕後台唱 而且都不是麗姐的聲音 你聽到 到底是誰呢 我問陳寶珠 陳寶珠又說不知道 問李龍又更加不知道 林千鋒又說是我 也不知道 那些人 跟他的人 都不知道 我想我會問求姐 我留了一個人 就是求姐 為什麼我懷疑他會知道呢 因為求姐的師父 最好就是曾雲仙 剛才 曹帝花彈 是的 到底他那時候 群在那些人 有沒有聽到 誰是幕後台唱呢 我這個真的不知道 這個就是 我也問了很多人 因為彭緬師父 都走得七七八八 都找不到 不過菲龍叔的預期六十年 就沒有提到他是幕後台唱的 我可以說百分一百是 一定是幕後台唱 我不質疑這本書 我不質疑這本書 但是呢 其實這本書 是中間有些東西是有問題的 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 毛雲叔 毛雲叔是很信仁的 毛雲叔是十分信仁如毛雲先生 其實我很尊敬他 他是十分信仁 他如果訪問你 你說什麼他照寫的 他一點都不隔渣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所以呢 其實裡面有些東西 我們也有少許疑問 有幾種問題 一個 就是耐久之後 會不會不記得呢 即是你現在說 四十年前五十年前 那台電影跟誰做呢 分分鐘真的不記得 那老人家呢 很奇怪的 我們上兩脫人 沒有多少個認自己不記得的 大多數都說給你聽的 因為你不知道嘛 你明白嗎 哦 那時候什麼什麼什麼 他是如數加珍說給你聽 可能他自己也不記得 一告訴你不記得那個 就已經很忠實 很少的 最多的是四叔靈志伯 他很多人說不認識 你也不認識 你也不認識 有什麼出奇 還沒學過就不認識 他是很坦白的 但是呢 其他很多前輩 我們也聽過很多 就是說 他未必是想騙你 其實他自己也忘記了 他忘記了 他自己 他自己 所以然 就是自己 想著 都是差不多了 就告訴你 這個呢 就是我們 我自己對這本書 都是有少許懷疑的 所以後來 吳明仲和Sam 再版的時候 我都說 你再版就出聲 出聲 大家找人聊 就是這樣 其中那些過程 都未必是百分一百 因為菲隆叔 他是一個 他其實是志士班出身的 是志士班出身的 當日 就是說 很多劇社 不知道陳教授有沒有聽過 就是說 《忠聲慈善寺》是劇社 有很多什麼 《休天影》 那些 劇社本身的組織 就未必是在戲班出來的 未必是在戲班出來的 現在 比如說 南華體育會 體育會有一對 粵曲很厲害 是吧 精武體育會 是的 那類的 他有粵劇班 有粵曲班 有什麼 出了很多人才 但是那些 他不是真的 紅旋在戲班出身 未必是在戲班出身 所以這個 也是兩種說法 很多陳教授說的 很多陳教授說的 是真的 很多後來教授 為什麼呢 因為呂花蛋代替了南華蛋 代替了南華蛋之後 他們的生活 很多人說 他們懂得這麼多 不如教授 教授 你舉出很多人 真的很多很多 我剛才所說的 胡適依 袁氏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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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我們劇劇界的一個有功勞的人 輝哥不如說說麥炳榮先生 你是師父 你覺得保留了他的年少戲城那種火爆嗎? 在戲裡面看到 大家看就會有一個感覺 他們跟一般人拍慣電影的人 開口的提氣是不同的 你聽羅家拳、邵新拳、我師父、菲隆叔 任何一個人 就算是馬少英、英姑 他一掃八掃都不同聲音 他不是說聊天的聲音 另外一個叔父真的要提及 這個就是明驅陽 做老太監那個 非常非常有名 但是他最大名的時候 當然我還沒出生 後來跟他做了一個台 他已經轉了做醜了 很可惜只做了一天 第二天 第二天 大家都過後不怕說 他有煙癮 第二天被人抓了 他吃煙被人抓了 所以我只是跟他做了一天 也是他一生人最後一個台 在老虎岩 現在叫做樂庫的地方 是搭棚遊樂場做的 我最記得是在一個墳場旁邊 那時候我們沒有回家睡的 在一個台上睡 有人說你不怕鬼啊 旁邊是墳場 那墳場也要睡的 有什麼辦法 就是很記得 他很恐怖的 你聽過他開口的 那些康調的感覺 都是非常非常有底子的人 還有一件事 我從來沒聽過 就是以往唱美美的兩頓 初時我還以為 是不是那部片壞了 只有兩頓 原來每個都是這樣 兩個對答 他跟英姑對答 ALLEN 每個都是唱美美的兩段 我從來沒有聽過 我也用來問很多叔父 我看完這部片 後來問人 又聽過 他們沒有聽過 這部片中國海上也會破天荒 我想的秦片是弄大戲 不然不會是這樣的 我第一次到看 我以為是八字句以往 聽真是真的不是 最后只有四个字,四字句,一种新的版式 不知为什么,我慢慢查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 一定不是因为这部片坏了 第一句听,当然坏了一部片 他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很多句说只有四个字 所以我觉得这个到底,后来又没有传下来 后来没有一部片坏,只有这部片坏 只有这部片坏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创新的 一定是那时候的创新 他初时做的时候,应该也是这样 否则没有人是这样的 这部片坏接应该是新春秋班 三十年代初,是男女合班三三年前的 神飞龙自己创新春秋班里的巨献 就是陈天仲編剧的 后来的版本就是飞龙叔自己再改片 很可能是当时开山,我猜可能是三一三二 就已经有这个四字句以往 这个我觉得真的好奇好奇 我自己从来没有听过 也没有听过,有些这样的东西 其实八字句已经是创新 以前不是的,当然是十字 八字句已经是八七宿的创新 这四字句,谁创新的创新 我就不知道 这个真的… 我觉得也很有趣 如果某些戏是可以用的 我有一件事想请教 因为看两个戏里面 一个是四九年,一个是五五几年 看到那些前辈演员 一些是穿固瘦,一些是穿片 其实那个年代应该是大部分穿片 舞台上穿片的多了 因为他很早期的交片已经流行 交片已经流行 我出生的年代是全剧片 我五三年出生,那时候全部都穿片 没有孤修 除了什么呢? 偶尔打野的时候,穿大扣,穿孤修 因为交片有重油而勾的东西 所以唯一都是这样的 很少人穿固瘦 那时候你又有拍电影 那些前辈如何来定那个角色 什么时候穿固瘦 什么时候穿片 因为我看到麦炳荣哥 两样都有穿的 你想不想听真的? 我想听真的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有那一件就穿那一件 这么爽就拿哪一件 哪有说大家去开个会 到底这件穿什么 很少很少 是偶然某一套戏 大家觉得这套比较认真 或者有个演员 他得起心肝 大家帮帮忙 这套穿什么 同时那些施火的东西不是自己的 因为片场,刚才你看到 服装写着泥珠 泥珠的花名叫沙漏珠 我们叫朱叔 他就是租任服装 那谁谁的身材他全都知了 他是很多东西 或者有时是新东西 有时是旧东西 所以你说 到底大家有没有安排过那场戏 穿什么呢? 其实是未必的 未必的 不过有时说 如果生和蛋 不如夹一下 等于现在做大戏 你做大戏也是 未必有两个人夹定 今场穿什么顏色 有时出去撞到 整台都蓝了 因为这个其实在粤剧里面 除了角色对之外 就不会有人特意去安排 站中间的穿什么顏色 站在旁边的穿什么顏色 就很少用这样的方式去安排服装 你说穿扣仔 还是穿大扣 还是穿网 那就有了 那就有了 那穿什么顏色呢? 除了有些固定的顏色 例如做什么 戏一定是关公的 绿色 做什么一定是什么顏色 那些除了那些之外 其实很少说 这场穿什么顏色 不认为我们穿什么 但原来的戏里面 原来他们是不懂的 那时也很荒谬 所以这类东西 现在有发生 但是你说 安排什么时候穿片 什么时候穿什么 我想那个年代 就未必真的有安排 未必真的有安排 不过戏服挺漂亮 我觉得挺漂亮 讲了这么多 大家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辉哥和韦兄 是 另外 在《艺城坚蝶》里头 其实陈飞龙先生这一出 《艺城坚蝶》 是不是他唯一一出 戏曲电影呢? 我不敢包 但是我知道是《艺城坚蝶》 我记忆我看过 知道《艺城坚蝶》 但到底他还有没有拍过电影呢? 那就不得已知了 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 在《艺城坚蝶》里头 大家刚才提过《偷公鞋》 其实《偷公鞋》这个环节 是否参考了 其实一个历史资料 清朝以前 是普遍有扎脚的 是 普遍女士是有扎脚的 明白 没错 老实说 我们台上都是做过意 是吧? 其实清朝以前 曼泪君不是清朝 清朝以前 到底是否有考究 那些女士是否扎脚的 要慢慢考究 刚才这位朋友有个问题 令我联想到另一件事 就是 根据《月劇》六十年 即《非龙宿》的自传》 他就说 他自己介入 集到电影圈里 就是《危城兼叠》这个电影 没有提及其他电影 但是他说 因为这个电影成功 有班主请他起班 每天五百元的工资 请他做一个月 其中包括《危城兼叠》这个电影 他做了一个月之后 他就赚了万五元 他就拿了万五元 去跟粤剧学院的主人 属于《勇有权》 他之前原来是瘦身的 所以我刚才跟韦田一边谈 就是说 尤其是考虑到 儿子哥的回复 吴君丽女士的回忆 会不会早期 确实在五二年创办的 当时可能真的叫做《香港乐剧学院》 后来《非龙宿》 自己属于《勇有权》 自己做的院主 就改为《非龙乐剧学院》 但是我到最后见 那个学院的招牌 还是《香港乐剧学院》 到他拆为止 还是《香港乐剧学院》 因为儿子哥都回覆我们 我都请教他 因为儿子哥五七年开始跟《非龙宿》 我所知就是 已经叫《香港乐剧学院》 所以《非龙乐剧学院》 这个就值得我们的学者 继续研究努力 六十年内 就没有提过《香港乐剧学院》 这个名字 只是提过《非龙乐剧学院》 这可能是不是他老人家的心愿 一直都很希望用自己的 我觉得是 他自己的心愿 他自己的心愿 说到有人请他演戏 在《非龙乐剧学院》 就引出了一个 怎么说 一个你觉得是 兴奋或者辛酸的故事 都很后期 你听过有班政家 他叫何少宝 他就是大龙凤的班政家 他一直都是搞班的 他就 哪段时间 我忘记了 他就请《非龙乐剧学院》 做了一周 那就是做危性兼调 做危性兼调 但我不记得他生是不是我师父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拜师 到底 如果不是我师父 就是王学生 就是伯父生 只有这两个 应该不是这个 那请完之后 收到盆满钵满 那时候其实不流行蓝花蛋 很快就收到 很修得 那班主一收得 就再搞了 你明白吗 那第二个搞呢 就是我师父 新丁香瑶 那做什么呢 在高星做三晚 尚额奔月天女散花 代玉壮花 代玉壮花 三吹气 那也是很修得 很修得 那我很记得 最后那晚他还喝醉 吃饭的时候喝醉 你猜谁跟他喝呢 华哥的爸爸 文千岁的爸爸 叫做黄千锋 那跟他老友来的 喂 丁叔 你现在 他说得很差 咸鱼翻山 你真是好 那跟他出去吃饭 那我师父很喜欢喝酒 丁叔 喝了两杯 没有大件事 不过都是喝到醉纷纷上台 我们都害怕 鼻孔都没肉 看见他吓死了 他记不记得歌 安然度过 那还有一件余波 这件事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还有位前辈叫靖少讽 做生的 他最初做花旦 后来做生 好红的生 那他呢 何少宝 结束这两位前辈 就请他 请他出来演戏 那地点呢 在上环有一间客栈 叫做广泰来 广泰来的客栈 就专做外负物 那我们呢 譬如去南洋登台 那些箱是由广泰来寄的 就是专做这些东西的 所以很多西班人 有空无事 就去国仔那里打牙教 晚上在那里喝酒 吃花生 那当日呢 因为我也跟过领少讽 我跟三舅舅在那里聊天 何少宝也上去找他 喂 三哥 我想弄一台演戏 他说 你是不是真的阿寶 是不是说真的 他说是呀 请你出来用 他兴奋那时就死了 真人真事 就这样爆血管 真的 真人真事 他说第三个 就是本来阿飞龙叔 然后丁叔 丁叔 丁叔之后就是少讽叔 结果他 兴奋到忽然之间 脑冲血 就走了 因为刚刚我之前做功课 当然要问明书 丁小讽在《艺城兼叠》 一个演出版 即舞台版的时间 他是做《紫微王子》的 你说丁小讽 对 对 当时还有《曾三多》 应该是他 应该是他 《曾三多》 对 小昆仑 对 刚才你也看到 其实很多电影 最初开山一定不是我师傅 对吗 其实他不是那个辈分 所以 我初时都 我没有查过这件事 你说是邵鸿叔 当然有理由 还有旧唱片 都是他们那几间唱的 有一段录音叫《曾婚》 所以 是很珍贵的唱片 有个泰国的朋友 现在你们可以在YouTube找到的 那段片 就是播放黑膠唱片 有没有菲鸿叔的声音 有的 如果有 但我不知道是否配音 如果我听你这么说 那时候怎么会配音 可能会听到那段录音 那时候绝对是真的 其他朋友呢 有没有问题 是 我觉得这套戏 最初 就是 罗家庭叔 和邵鸿叔 两个造型 那种花脸 应该不会再见到 和他们两个那么相似 说完 和 牛荣哥最后的那个官 很特别 有两个 所以我们现在 仍然是很少见到的官 后来我师傅的规头 就比较新的了 就是那种 我们经常叫做火烛规 好像救火 救火 消防局 那种规 轻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 曾经轻过罗宾汉规 叫做西规 舍五叔做胡不规 打野那场 大插子鸡毛 其实那时候是流行的 但是 就不是广东规头来的 罗家庭八叔 和邵鑫犬 那两个造型 百分百是广东花面造型 就是广东大花面造型 因为现在 是个个都开了经班面的 他这两个就真的是广东花面造型 连滑口 连画的方式 都是广东花面造型 有一个想请教 譬如我们广东花面 经剧很多时有开面布 广东花面是否用开面布 还是真的剃掉了 其实呢 广东旧阵时 所有花面都剃头 没有人剃头 没有人剃面布 后来 废鬼是剃头 就剃面布 你剃面布 的而且很难 很难好 为什么呢 你自己又怕出汗 你什么胶水都好 你始终会 可能会出汗 你移动 你一直移动 但是有些很厉害的 有些真的剃了整晚都可以 整晚都不离开 但是这个呢 真的讲功夫 我不敢说 我自己是很怕的 因为我立面布 试过脱落 所以以后呢 我一做开面 我自己也剃头 别人不叫我剃 我自己也剃头 你明白吗 我想问一下 陈教授呢 因为我们知道有两套 是兼职的 两套有没有什么缘 我想问一下陈教授 因为就我们所知 有两套的《危城兼贴》 另一套就是林鳳做的 这两套电影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渊源 或者跟陈飞龙有没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另外一出 辉哥知道吗 我也没有见过 不过我知道有这样的电影 我知道有这样的电影 有时候很难说 渊源未必有 我不敢说没有 但是渊源未必有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 我也说过很多次 那时候 一个月 就要推出 16套电影 因为四条远线 一个礼拜换一个画 所谓换画 即是一个月 香港要产生16套电影出来 那你说什么故事没有做过 想来想去 不如有这样的电影 可能想那些人 和做的人 到底是危险兼贴 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说 只是听过电影 有这样的电影 就找回一些资料来看看 改编了 改编了 有时候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东西 跟原著 跟以前的电影 可能是无关的 所以这个 但我不敢说一定 那部电影 不敢说一定无关 但是未必有渊源 可以查一下 留意一下 谢谢 都是叫危乘兼贴的 危乘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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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有的 同不同 故事差不多 故事差不多 是的 谢谢 那边有位 是的 给个咪 给个咪 是 辉哥 是 陈教授 是 第一 刚才被先生问 非龙叔 还有某些戏曲电影 是有的 这样有一部 就是生化师生 长叔 长哥 和世丽姐 做的 京哥至秦和 这样 非龙叔 就是做京哥的母亲 做京母 做京母 陈教授 陈教授 是一场戏 他是做老蛋 这里有的 外面有DVD VCD 也有的 另外 到香港越骑学院 其实是真的叫香港越骑学院 因为那条天桥还存在 因为他搭着过去维园 以及过去姓Paul 那座大厦已经拆掉了 但你找回五、六十年代 在维园那条天桥 拍摄上去 因为刚刚那座大厦是原来的 近时候 大家知道 现在有很多大厦 是很喜欢写广告 在香港非龙叔那里 他写着 香港越骑学院 是红色的 我问过张宝芝 因为他也是香港越骑学院的 他都说明是香港越骑学院 其实这些是在资料图片 是会有的 另外 刚才《艾成兼叠》 在1962年 就重拍《艾成金粉》 其实是有少少渊源的 因为荣哥 有制片家看到这图片 想捧临奉 临奉 临奉 他真是即食面 一路学 一路有人在隔壁教 唱 也不是他唱的 陈维宁 多厚代唱的 因为看到这部电影 其实很赞赏 陆哥 他是专带新人 所以制片家 找了陆哥 你可不可以做这个角色 大临奉 其实这部电影 《艾成金粉》可以说是承传电影 为什么呢 求者陈好球 找师傅的角色 珍文仙 《艾叶》 这部电影 只有两个演员 是重造的 第一个是荣哥 做自己本身的角色 第二个是小身权权属 但是他 倒转 他不是做那个 他是做那个 做那个谋朝三位的 王叔 是他两个同一个 明俱阳的角色 就是去影寿 寿伯 另外 那个宫女 老宫女 就是陆姑 潭玛卿 另外 做那个大画面 帮他一起围成的 就是安叔半日安 这部电影 是一个叫做承传危城兼谍 亦是写片 想捧林俊 这部电影 这样 在那里 林俊 都是全部即食灭 但是 你会看回 可以的 所补充 多谢你 这些影后谈的好处 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很多观众 原来是很多资料的 不过 回到飞龙乐际学院 和香港乐际学院 这个我自己本身没有立场 作为一个学者 我只是说文献里面 就是飞龙叔自己的传记里面 没有提到香港乐际学院 反而一再强调就是 他自己叫做飞龙乐际学院 这是一点 另外他拍其他电影 第一本 第一本 在哪里提 第一本 你说是粤剧六十年的书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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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总和识节 封面是他自己 是非龙叔自己的单独一张照片 我知道哪本 我知道 我会留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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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问题呢 其他朋友 我可不可以补充 杜娥和 其实我们将来 明年一月 会做太平气院的一个展览 这次很开心 我们发现了很多好东西 非常珍贵 比如就是 以前大家都在说 太平气院是提倡男女同班的第一班 但是这个说法 近年都已经被不同的学者推翻 因为在三三年的十月二十四日 其实就是郭先生 有一个特别的准许 就是他为学校囚款 但是去到十一月的时候 应该是十五日左右 就是他们正式去提出申请 而我们是找到 政府的回复回太平剧团 所以就是有一个真真正正的证据 所以这就是可以回应 刚才说的男女同班 即是第一个是大学战争 是的 但是如果两个性质不同 可以各有各说自己是第一的 我不知道Linda Linda Punt 她最近做了很多研究 我跟她聊过 她说她找到很多一手的资料 是 其实我们弃行听到一句话 到底是否是史实 不知道 我们只是听过来 我们有一位叔父叫钟卓芳 排第九 她一直都是五叔的拍档 蓝花蛋 一个叫九哥或者九叔 她很好气 如果不是也不会五叔拍她 拍了很久 据说她是一般的 很医食 我们叫医食 即是准时那些东西 她是一般的 整天都迟到 有两个笑话 一个是五叔很早就装了身 穿好东西 走来走去 她经常都不唱 经常都不唱 经常都不唱 有一场戏 说两个一起唱 说九哥你行吗 我行不行 你行不行 你行不行就先出去 谁行不行就先出去 这个都是笑话 另一个是郭先星 还是不知什么的剧团 即是拍五叔 总之是拍五叔 那时候是否叫郭先生 我不知道 就问她 那我们续约 以前是断年请的 一请就一年了 续一年约 你可不可以保证你不失场呢 即是你不迟到呢 不行的 不行的 老实说 是这样我不做了 据说 他们的拆当是因为这样 于是 孙五叔就用铝花蛋 我听说是这样 到底是还是不是呢 我就不知道 不过我们气行里面 这两件事 都是言之作作的 言之作作 讲到百分一百的了 很多叔父见过他们两个 我们还没跟他们做过 只是很多叔父见过他们两个 这件事是言之作作的 我又可不可以问一问辉过 不好意思 钱大叔可不可以说少少 哦 钱大叔呢 其实他的真名叫做钱广仁 是很有名的唱家 他也是一间唱片公司 他也是一间唱片公司的 新月 新月 是吧 的掌台人 我也拍过他的电影 好像孤儿行 是他的 也是亲戚过他的 他也栽培后俊的 是呀 他 祖叔你去唱《烧河月下出行讯》 就是他去烧河 只是唱一句 走出来 所以后来我唱《月下出言》 到祖叔说 我帮你唱过《烧河》 我怎么敢当 那时候老人家都是捧我 我现在捧你了 这是我所知的事情 你看看 钱大叔就是很有唱功 很懂古刊的事情 很明白 他也是搞电影的 也是做导演的 真名叫钱广仁 就是说他 就是我知不多 不是知很多 因为我们看一些文献 就是说 非龙叔 为什么出来拍这部电影 全的功臣就是钱大叔 是的 还有很多宣传的刊物里面 都有不同的人去写 说这部电影 艺术表现得很好 等等的东西 老实说 如果不是有 带着我们去看 其实我们真的不懂得看 因为很多很珍贵的片段 上次我们很幸运 然后《烧河》就说 这段是怎么样 你们看的角度 不要用现在的角度去看 你要调教一下 他就教我们去看 所以很幸运 很幸福 我觉得这部电影 其实在修补过程里面 可能有点坏到修补不到 就是过刑那一场 过刑那一场 你现在看到好像在断绝 他怎么样暈 因为他服了毒 过刑 为什么会忍耐 可能那段片 真的坏到 不可再坏 不得修补了 所以 就差一点点 你看到桥段里面 就好像是差一点点 因为以前做大戏 你做几个小时 你到电影就只有一个多小时 整个来说 一定有些地方是没有了 但是刚才那一段 就不应该是删除了 而一定是中间有些 有些损毁 有没有问题 其他朋友 其实刚才我留意到 陈飞龙的花弹 那段上 他有一块白布遮住 我猜应该遮住他 其实有没有一个名堂 通常花弹都会有领 有条领 就是我们的狐领 生有狐领 但有时候 零零射射了一条领 你们问这些花弹人 但那条领 到底叫什么 我不知道 如果 如果 我们平时 你见到 穿小姑装的时候 可能只是圆领 那些 你就会见到白色有一层 我们就叫狐领 如果有时穿旗装 例如花田百喜 我们的梅仔装 旗装 那类 我们就可能加个帅 帅 其实也是帅 但我们多数叫帅 帅 我们现在的用法 就是想着 沾住 不要令到有些汗 碰到一些气服 损坏的气服 以前可能我不知道 会不会是 一些蓝花蛋的关系 就是可能要遮住喉屈 没有被人见到 美女一些 可能也有她的功能 遮一遮 有她的用处 现在花蛋也有 现在花蛋也有 即是女花蛋也有 现在我们也有 是的 我想也不是特意遮住喉屈 不会的 我们现在不会有这个关系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钱蛋 我们现在是怕汗 例如做气盆 最多是汗 怕沾到气服 就损坏了 气服 你知道气服是我们的 心血结晶 每一看都有血 有汗 所以我们很保存她们的时间 穿的时候 就会加一些帘子 湖领 里面一定会有水衫 避免汗 影响那件衫的收藏 现在的功能 就是变成这样 但以前 潜蛋 会不会是真的用来遮喉屈 这个就真的不清楚了 是 我想问问 刚才大家说到 这个男女同班 其实在省港澳 就是 气河里头 香港是先走的 我想是香港先走的 我想是香港先走的 是因为港英政府 好 这个 我听回来 就说他们去美国走浮 在美国 就看到整天男女同台 甚至无粤劇 都可能有 所以 他们回来就唱意 不如 用上绿花弹 这个 我不是身力其境 当然不知道实际的情形是如何 不过 似乎 陈教授所查到的资料 和刚才说的资料 应该是真实的 会继续多长时间 即33年香港有 33年香港 33年香港 广州要去到36年 至37年 我不记得清楚是哪年 事但36年还是37年 最后我想问 林小姐 有一个建议 在你们主持的 港台第五台电影 天地 或者晚上的《月夜雨精彩》 可否多一些播放以前《平侯》的《月曲》 以前《平侯》 你说是《大侯》《股康》 还是什么 《乙叔》 例如张月怡 《徐柳仙》 对 我们也有 但现在可能 大事越来越少 会 因为是一个大趋势 我们也会保留 譬如《陈公马曹》 《股康》 或者《罗家拳前辈》 其实我也会有播放 但可能我们的主持人 也加入了一些新的接棒人 新力军 我们现在的接触是 不同的主持人 他们有自己各自的风格 所以我们这些可能是在 阮雄、康哥 他们教出来的脱 我们就可能会播放一些旧东西 但可能新入行 或者现在和《谷布》 《曲艺》那边很大关系 那群主持人 可能会播放一些 比较新的一些 可能是《琴师姐》 他们现在《谷布》 在唱的那些日本歌 所以各有各的风格 所以有这样的意见 我也会回去和他们反映 尤其是《天地》 尤其是《天地》 我之前也很长时间 在《天地》 《天地》 《之夜》的时间 我都知道 《气曲天地》 日头有很多 资深的观众朋友 譬如以前《徐柳仙》 四大的平后唱家 他们的小明星 其实是很受欢迎的 甚至《张宝强》 那些歌曲都很受欢迎 我们都按比例 譬如星期二 我都交了给龙玉星的时间 我都跟他做交修的时候 我说你要保留 每个星期二 你都帮我留下一个 就是以前的名唱家的歌 或者一些名刊的歌 一定要保留 这个我也曾经叮嘱过 但是已经交了棒的时间 就让他们自己去发挥 可能大家如果有听开 不知道会不会有个童感 就是见证着 一个越曲越剧的发展 和成长 有新也有旧 旧的当然一定要保留 所以新的我们都会 侵少少 希望旧的听众朋友 又可以听听新的东西 我也明白 作为旧的人 其实我喜欢听旧的东西 你叫我听耳叔琴姐的歌 我觉得特别开心 这个是小妹自己的意见 但是我自己去处理的时间 我都会播放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新旧是兼并 希望大家明白 多谢你们的支持 我都会记住 多谢 是 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我见到薛角仙开场 手指有钻石戒指 左手第一 背着一背 由头到尾都有 他和那套戏没什么关系 钻石戒指很漂亮 另外有一个 我不记得哪一套 又是有戒指 我把手移动 我就看那些东西 这个不是问题 那是否一个师兄 或者他想炫耀自己 有戒指 不能脱出 这个问题很奇怪 对不起 也不是的 潮流 真的是潮流 那时候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是剥青衣装袋 这些绝对不可以有 所以你看到我平日 都不太识密的原因 就是 免得不可以脱出 你知道吗 我知道唯一一个不能脱出的 那是谭兰卿女士 那是玉额 因为他真的 他带了没办法脱出 后来他胖了 没办法脱出 最后他真的是割 割开一只玉额 很痛心 哇!这么漂亮一只玉额 割开一绝绝 用来做戒指 那只玉额很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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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一做穷家戒指 他要用布 用布就沾住他 沾住他 做那些连饭都没得吃 他要沾住他 刚刚这个观察 你刚刚这个观察 就让我想起 我们讲到蛋国的装身 现在有些潮流是假眼睫毛 水晶指甲 阿辉哥喜欢吗? 阿韦霆喜欢吗? 你先去看 其实呢 潮流都是潮流 如果你说 有时很多东西 因为戏曲 畢竟是真、善之外 他还要美 那这很难拗 你说很标准 比较 再老一点的剧种 什么 就是说 坤 坤 有时候 穷家庆都犯了一只脚 也有的 带石 甚至没有 胸口针 其实有这些情况出现 如果说穷 不可以有的东西 这个我不敢争辱 但我自己是反对的 我是反对的 不是说你不带的东西都可以漂亮的 我们很多骗子石都是纽花 是布花 不一定要石 不一定要银泡 其实银泡也代表是钱 都是银 穿金带银 没那么容易有银 但是你现在看经班如是 鲲曲如是 我们也是这样 很多剧种其实都是沿着那条路走来 尾是摆不断的 这个我不敢争辱 因为经过这么多人的发展 这么多前辈的发展 也经过某个剧种都有人研究过这些东西 到底为何还保留到现在 仍然是这样呢 我就不敢争辱 另外可能有些意思都不定 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个人是反对的 诗物论那个我喜不喜欢 另外一个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就是什么呢 孟丽君 美墙的时间他上甘殿 我们在戏台做其实是穿上素身的披风 和戴罪带 是正继散发的 因为他是代罪之身 这就是我们自己戏曲的传统的戏服 但电影的处理手法就很不同了 你见他可能穿上汉朝的服装 但你看到他戴水转的缝 側缝的缝 所以这个处理也是很不同 不过你说在我们传统戏台上的演出 孟丽君的尾场一定是有罪带的 因为是代罪之身 这个可以大家作为少少的参考 将来看电影的时间都知道 有条红色的罪带就是代罪之身 其实都很容易找到的 譬如在春花少陆囊里面 罪子那场 星哥上场都是有条罪带的 现在的文武生上场都是有罪带的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其实罪带就是绑住 不过他不可以真的这样握住做一场戏 手都不能动 他就握着罪带就说已经是绑住的 象征性绑住 所以我们握着罪带 通常自己两只手是握着罪带的 原因就是说我是绑住的 不是很随意移动的 还有就是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曼丽君尾祥不唱紫侯的吗 没有啊 我真的没有听过 你有没有听过 曼丽君尾祥不唱紫侯的吗 当然要唱紫侯的嘛 只有一个人不唱紫侯的 你猜一下 迫姐 迫姐不是 迫姐不唱紫侯的 饮姐就不唱紫侯了 跟长哥那个 不是 跟她自己的偶像 她拍季八叔的季明羊 她做孟丽君 她做孟丽君 可惜那时候没有录影 在戏台吗 戏台 戏台做班 因为她的偶像是桂八叔 她学桂八叔做戏 后来桂八叔做生 你弄一套这样的戏 大家做 你喜欢跟她做就做 所以各界班 很可惜 那时候不流行 没有录影 电影也没有 很少拍舞台纪录片 很少在台上拍 很可惜 如果不是 都留为纪念 还有一点补充 刚才手人教授 问我会否接受戒指 或者做水晶甲 其实有前辈骂过 我一向都不喜欢做水晶甲 因为影响肝脏 始终包着指甲 健康问题下 我不考虑做水晶甲 但我都喜欢漂亮的 可能我只是游一下指甲 比起我一个平均 去评估这件事 我会觉得 就算你做水晶甲 请你做浴室 如果那天要做生觉 尤其是我最难忘 就是有一次 跟梅姐、郑永梅做梁竹 你知道了 人心 人心头那几场都是男子 我那天就是做神功戏 日常我就游了红色 因为可能自己担气 夜长做梁竹的时候 就被人骂了 你为什么 是男生 还做着红色指甲 所以我看到 现在有些手足朋友 可能会做浴室 可能到时就有一层红色面 如果你知道那届班 不用反串的 可能做红色的水晶甲 我都见过他们 但有些朋友 之前可能 我不知道是龟瘦 还是怎样自己喜欢 就配上气服 我知道我租了一件绿色的气服 我就做红色指甲 我觉得如果是换票性质 我不给意见 但在传统戏班上 我觉得是不可以接受 因为你不会找到花弹 以前会塗绿色指甲油 而且古代是有染指甲的文化 但都是以红色为主 所以我觉得 就算是装红色会好些 保留传统 我的意见就是这麽多 我请问辉哥 以前陆国大天上 陆国大天上 文老生是插六支旗的 为何现在全部都是四支旗 其实我们戏曲传统 就是四支旗的 不知道是哪个宿府开始呢 我真的不知道 一直插六支旗 我觉得是没关系的 因为那些旗代表是令 即是在打仗 即是在打仗 要给个令旁边的副官 你去哪里调兵回来 其实那支是令 如果你看日本的古装片都有 插着几支旗色为吟酒 不止六支 我们有位前辈是十支的 我跟他做过 白玉堂前辈 背棋是十支的 封相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的基本 基本就是四支 就是做戏来计算 做戏来计算 有没有少过四支 我没有见过 除非是小丑 小丑插两支我见过 只有两支 我见过 除非是丑 不然大多数都是四支 而且六支 有些人做封相 六支背棋 如果做戏场 即是本身做戏 而不是做封相 多数都是 我没有见过六支 全部都是四支 有没有其他问题 请问一下男女同台 三十年代被取消 听你们刚才说过 香港是广州的情况 当时其实 对于这个 律师的转变 中国当时其他地方 是先过香港做 还是迟过香港做 例如上海、北京 可能他不是唱粤剧 但那些戏台 当时是如何演变呢 老实说 好像阿辉哥那样 最诚实的前辈也好 学者也好 我们都不知道 不过很肯定 香港三三名男女学班 广州是三六或三七 是迟过的 其他地方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我也看了一些文献 就是说 如果那个男女主角 她是夫妻关系 是豁免的 我看过这些资料 所以有可能 郭仙星班 因为唐雪卿是五叔的老婆 有可能是豁免的 但怎样都好 其实刚刚阿琳达 就开了一个 很好的课题 我自己都会留意这个现象 整理一下 究竟男女学班是什么一回事 以及整个的 他们去请愿 整个过程 我都会留意 有什么成果 到时才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想文献是查到的 就算京坤 就算上海 就算是北京 其实都应该查到 不过不是没有女花蛋 不过是女班 你明白吗 整班都是女人 生的都是女人 尹姐已经是女班出身 那时候不是不准女人演戏 而是不准男女同班 到底京是怎么困 以前京都是南花蛋 我们听到全部都是南花蛋 到后来 什么时候开始有 早过我们还是迟过我们 这个我真的不得以致 真的要问问才行 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 因为我们都努力在查 也都问了袁小姐 袁小姐也有说他爸爸当年 为什么会有这个 最初都有帮忙 但后来去联署的时候 他爸爸没有帮忙 那我们也有问的 那这些等等的关事 我觉得在一月 来看我们的展览 就应该会解开这个迷底 好多谢三位